在美国买房签合同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一些所谓的豁然条款来保护自己 今天这条影片我们就来讲一讲 关于豁然条款你一定要知道的知识 我是北美决金华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向你们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 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 帮助你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作对 以便让房地产照顾好你很久很久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 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是专业讲解房地产投资的 因此我希望你能够以专业的眼光 专业的方法去看待和实践美国房地产投资 在今天这条影片当中 我就来讲一个硬核的知识 那就是豁然条款 所谓的豁然条款 它指的是你作为买方和卖方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你们约定了说某些事情发生 或者是不发生的情况下 你有权利做某件事 我们所说的某件事通常指的是 你没有责任的可以取消合同 从这个合约当中撤出来 你不需要再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 那对于住宅地产而言 常见的豁然条款有以下四种 首先第一种是inspection contingency 它指的是当你签订合约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对这个房子进行检验 检验出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是可以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退出这个合约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豁然条款 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个豁然条款当中 唯一可能你不想要放弃的就是它 如果我们一定要讲一个 你不愿意放弃的就是它 像即便在现在这种竞争极其激烈 强卖方市场的市场条件下 我自己买房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条款 因为你在没有验房之前 你是难以得知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维修 可能要花你几千乃至上万美元的 所以你希望请专业的验房师 对这个房子做全面的评估 那验房结果出来之后 你通常跟卖方是有下一轮谈判的 根据这个验房报告 他找出来了哪些问题 这个时候可能你想说服卖方来做一些维修 卖方如果不想要维修的话 那他可能会降价 或者是给一些所谓的seller credit seller credit就是卖方来承担 将来这个房屋过户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某些成本 也就是变相的帮你减少了你的支出 如果说你们谈不拢 或者说这个房子真的有重大的问题 比方说发现地基有问题 发现屋顶有问题 可能要花你几万美元 甚至还有很多的后患的话 那么你是可以在这个阶段取消合同 不再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的 通常来讲这样的一个忽然条款 它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不是说一直到这个合同结束为止 而是通常我们约定一个五到十天的时间 当然这个时间完全看你和卖方是怎么约定的 像现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 我自己最多使用五天 少的时候有三天 就是为了让我的这个offer更具有竞争力 那接下来第二种非常常见的 豁然条款就是financing contingency 也就是说你在买房的时候 如果不是全款的话 你通常使用银行或者是其他的借款的公司来支持你 他们借钱给你 让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那现在就有一个不确定性 这些公司或者是银行 他们最终会不会把钱借给你呢 一开始你在买房之前 虽然拿到了预批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保证 它不是说你百分之百的就能够拿到贷款 后面在贷款的审核过程当中 很多因素都有可能去决定最后的结果的 所以你在跟卖方签合同的时候 经常会放进一个豁然条款 那就是在多少天之内 如果我不能够拿到一个利率低于多少的 多少年期限的贷款的话 那么我是可以撤出这个合同的 那所谓的多少天的话 通常我们常见的15到21天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 很多人也会取消或者叫豁免这样的一个豁然条款 那就是不管最终这个银行 它有没有把贷款放给我 我都是会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了 尤其是当你已经跟lender跟银行非常的熟了 你有非常高的自信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贷款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放弃掉这样的一个financing contingency的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offer的竞争力强很多 当然了 如果你是全款在买房 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豁然条款了 全款永远是卖家最喜欢的 第三种最常见的豁然条款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appraisal contingency 所谓的appraisal就是指说找专业的评估师来对你这个房屋的价值做一个评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呢 通常也是跟贷款有关的 你想银行他贷款给你 他当然想要知道他现在所掌握的这个抵押物 因为这个资产将来是你抵押给银行 以便你能够拿到贷款 那银行他是想要知道这个抵押物 他究竟价值几何的 这个价值不是说你和卖方签了一个合同 就代表他的价值 他想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做一个评估 看一下这个房屋的价值究竟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评估的结果就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他评估的价格高于你们的合同价 一种可能性是评估的价值等于你的合同价 还有一种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评估的价值低于你的合同价 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你签了一个房子 你们的合同价值35万美元 但是第三方评估回来 说这个房子只值33万美元 那这个时候你说银行 他是按33万还是35万来办贷款呢 银行当然是按低的那个价值来办贷款 他不会按高的那个价值来给你办贷款 那也就意味着这中间的差价的2万美元 是由买方也就是你来承担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掏腰包掏的更多 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跟卖方事先有约定 有这样的一个appraisal contingency的话 你有可能是可以撤出这个合同的 这个合同就取消了 我不买这个房子了 当然如果说评估回来 你发现评估价低于合同价的话 仍然你是有很多的处理手法的 你有很多的选项 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这个时候 必须把合同给取消了 这些处理的手法就包括 要么你直接的接受 你说不管最后评估出来是多少钱 这个房子我都会买下来 这在今天的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当然是最好用的 那还有一种做法是说 只要这个评估价和合同价的差额 不超过多少钱 比方说不超过三万美元 那我都会买下来 还有一种呢是说 我们可以重新来谈这个价格 现在评估价低于了合同价 那我来跟这个卖方重新来谈一下 我们的合同价 因为你的房子显然不值那么多钱嘛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谈一下 购买价是多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你们谈一下来分担这个差价 比方说刚才咱们举的例子当中 合同价35万美元 评估价33万美元 差价2万美元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 每个人承担1万美元呢 每一方都承担1万美元 那当然最终你还是可以选择取消合同 这个选项的 这是一个思路 你看这个思路下面的各种选项 都是在跟卖方谈 还有一种思路 就是第三方的这个评估师 你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去说服这个评估师 如果他评估的这个价格过于低的话 那么你是可以尝试说服他 给他更多的证据 帮助他做出一个更准确的估价的 另外呢 你也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另外再请一个独立的评估师 对这个房子另外再做估价 如果你认为这个人估的真的非常离谱的话 所以这都是你的选择 那接下来第四种最常见的contingency呢 叫做home sale contingency 我们这里说最常见 其实是在这四种当中最不常见的情况 所谓的home sale contingency呢 它指的是我买方是需要先把我已有的房子 给卖掉的情况下 我才会去买你的房子的 通常呢会约定一个时间的期限 比方说30到60天是最为常见的 在这个期间我把我的房子给卖掉了 好 我去买你的房子 如果我没有卖掉的话 对不起 我就没法买你的房子 因为我没有钱 我没法买你的房子 那显然这样的一个豁然条款 是卖方最不喜欢的 因为他心里不踏实啊 那你究竟能不能卖掉啊 你到底买不买我的房子啊 我还要等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可能才知道 所以那这个时候 卖方呢 如果他有更好的offer 他就不会选这个offer 或者他如果没有更好的offer 他可能会在你们的合同当中 加一个所谓的叫做kick out clause 所谓的kick out clause呢 他指的就是 只要你现在这个contingency 还在的情况下 我卖方就可以继续的去营销我这个房子 如果有其他人出了一个更好的offer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contingency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卖给其他人 所以并不是说 你就把这个房子给锁定了的 我仍然是可以卖给其他人的 如果别人给的我的条件是更好的 以上呢 这四个豁然条款 是我们在住宅地产的交易过程当中 最常见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豁然条款 没有那么常见 很多时候就取决于卖方和买方 怎么约定了 这个本身他不是说法律上规定一定要有 或者是一定要没有的 都是看双方如何约定的 那如何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呢 我有一些非常完整系统的课程 是能够从零开始教你做这些事情的 如何从一开始就正确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让房地产成为你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成为你成为资本家的重要的 一个步骤 那么在我视频下方呢 我把这些课程的链接都会列出来 你能够非常方便的加入这些课程 在其他的一些方向上 比方说在买卖空地 像我自己 我的公司是投资很多美国空地的 那在空地的交易当中 最常见的豁然条款是什么 就是如果一个开发商他买下一块地想要建住宅的话 他可能会要一个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他来做Faceibility Study 也就是可行性研究 他要来看一下这个地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他的要求来建造房子 虽然他跟你签了合同 但是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当中 如果他发现这块地是没有办法建房的 因为任何原因没有办法建房的 那他是可以无责任的撤出这个合同的 那这也是一种豁然条款 如果以上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收获的话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评论 让我知道我们呢会随机的从评论当中选出一些幸运的观众 赠送礼品卡 赠送现金 赠送我们的课程 赠送我们的书籍 希望你会好运 在下一条视频当中 我会更多的来讲解生活在美国 如何聪明的建立你的持久的财富 这对于你来讲非常的重要 不要错过 在下一条视频当中 你接着说